OK,那么上面首先我们要给大家说的第一个就是上传文件,尤其是你编辑一些网站的时候,比如说你要上传一个用户的头像,你提供一个网站,能够让用户上传用户的头像,或者是我们来一个销售商品的网站,你需要让后台管理员能够上传这个商品的图片,这都需要用到我们的上传图片。 那么在我们这个将构里面的话,你要进行上传图片的话,首先第一步配置上传文件的保存目录,你需要先新建一个目录,然后配置说明你的这个上传文件就保存在这个目录下方。 那么这个目录呢,首先先新建一个目录,然后配置一个选项叫做MediaRoot,通过它来指定你的上传文件保存在哪个目录下方。 那比如说,现在呢,这个,我们举一个例子啊,这个呢,假如说上传的图片,对吧,它也是一个静态文件,那么这个呢,你可以放哪样,注意啊,你可以放在这个static下面,你也可以不放啊,你也可以不放,你也可以单独呢去建一个其他的啊,比如说我如果要让他把它放在static下面的话,我就单独新建一个目录,我们叫做Media,叫做Media啊,那么这个目录的名字也是你自己起的啊,这个不是固定的啊。 然后,我现在在static下面新建一个Media目录,我要说明我要上传的文件,我就保存在这个Media目录下方啊,怎么做啊,下面建完这个目录之后,找到你的配置文件,加一个配置啊,那么这个配置呢,叫做MediaRoot啊,MediaRoot,那么这个MediaRoot呢,给它指定,指定一个路径啊, OS.pass.jon,指定,上传文件的保存目录,那么我们要把它保存在这个static下面,Media下面啊,我就写上,拼着一个路径啊,static啊,然后下面有一个,Media啊,哎,这里面就是,设置,上传文件的,保存,目录啊,保存目录啊,OK,那么这里面就,我们给大家说第一步啊, 新建好上传文件的保存目录之后,然后呢,配置上传文件的保存目录,好,那么下面呢,我们上传图片,分为两种啊,第一种呢,叫做通过后台管理页面上传图片啊,尤其是这个商品的网站啊,我们添加一个商品的时候,你要上传这个商品的图片,那么这个的话,肯定是后台管理员通过后台管理页面上传这个图片的话啊,上传图片的,那比如说你,你这个,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 让用户自定义,让用户呢,能够上传这个图片啊,你往,比如说你网站的用户,用户的话,他可能有一个头像,这个头像呢,他,你允许他更改,对吧,那么他一改头像呢,他就需要上传图片啊,这是我们的两种场景,一个呢,是通过后台管理上传,另外一个呢,是通过用户自定义页面上传啊,那么,下面呢,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就是,首先要给大家说是,怎么通过后台管理, 页面上传图片,那么,这一部分的话,首先你需要先进,先新建一个,模型类啊,新建一个模型类啊,然后在模型类里面,你定一个属性,哎,图片对应的属性,使用的, 那么,字段类型呢,就叫做imagine field啊,那么这个字段类型呢,在我们第二天,给大家,讲这个的时候,讲这个模型类的类型的时候啊,找到这个,模型,哎,第二天模型类,那么,字段类型的时候,我们说后面有两个,对吧,哎,一个叫做fire field,一个叫做imagine field啊, 我们说回过头来,我们会再给大家来看啊,今天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啊,fire field呢,就代表上传文件的字段,那么imagine field呢,就代表的是,这个类呢,imagine field是它的一个,字类,它代表你要上传的是一个,图片啊,并且,你通过后台,上传这个图片的时候,它还会帮助你去校验, 看这是不是一个,图片啊,OK,哎,这两种类型,那么,在我们这里呢,哎,我们要上传一个图片,我们的这个类型呢,就要使用这个imagine field啊,OK,那么,然后呢,我们就在这里面定一个啊,比如说我在这里面,找到这个models,我在这里面呢,我们定一个类,哎,这个类呢,我就叫,上传图片呢啊,相关的一个类,我就叫做pictest啊,class,哎,叫做pictest,哎,继承我们的models, model,那么,好,上传图片啊,我们就叫上传图片,啊,在这里面呢,我们定一个上传图片,对于类属性,我就叫做,哎,固承pict吧,固承pict啊,然后,里面类型models,点,imagine field啊,imagine field,然后,imagine field里面呢,有一个,你要写一个参数啊,这个参数呢,叫做upload2啊,叫做upload2,这个upload2呢,就指定你要上传的图片, 是上传到哪一个目录啊,注意这个目录呢,是相对于你的这个,media啊,就是你要上传到media下面的哪一个目录啊,那比如说我在这里面,我新建一个叫做pictest,哎,我要pictest的,应用上传的图片呢,我都放在,media下面的pictest,哎,这个目录下方,那我就这里面upload2呢,就写的是pictest啊,OK,那么,把这个写完之后呢,下面呢,我们呢,就可以呢,去, 哎,根据这个类呢,去生成它的一个,表啊,生成一个表,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做一下啊,把这个,停掉,哎,停掉之后呢,我们开始生成这个签议文件,直接呢,是pictest,manager,py,叫做make,maggrations啊,maggrations啊,OK,那么这里面呢,就告诉你这个,create model,al,info,create model,pictest啊,然后呢,我下面签移就pictest,manager,py,写上一个magerator,OK, 那么这里面呢,你首先啊,我们先别管,先别看下面的啊,下面呢,先不看,你先看上面这一句,now,maggrations啊,to apply啊,就是,你这个签移文件,根本就没有被, 签移啊,哎,这是什么问题,我们下面呢,要给大家说一下啊,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将过呢,它是怎么去管理你这个签移文件的啊, 在我们的这个表里面,注意,在我们生成的这个表里面啊,这个表里面,shall,tables啊,那么这个表里面有一个表的名字呢,叫它,叫它,将过,maggrations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里面什么内容,select啊,shin,from我们的将过,maggrations啊,然后点开之后,那么,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内容啊,这个内容里面呢,有这么几列啊,首先我们先给,最主要的是这两列啊,一列是app,一列是name啊, 这个app呢,前面呢,都是你这个应用的名字啊,都是你用的名字啊,后面这个name呢,是它对应的, 签移文件啊,只要这个表里面,出现了这么一条记录,就说明,你这个应用的,这个签移文件已经被, 签移了啊,那么,你去签移一个文件的时候,它首先,会去这个表里面去看一下, 你这个签移文件有没有被签移,如果已经被签移了,它就不再帮你做, 签移啊,它就不再帮你做签移,那么,我们这个你可以看到啊, 我们刚刚生成出来的签移文件,你看到它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是不是011没少,那你到这个文件里面,你看,它是不是告诉你011, 011没少,是不是已经在这边记录了,对吧,已经记录了啊, 那么,我们执行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样一个,叫做, no,magnations to,啊,不是啊,是因为它看到, 这个表里面有这条记录,它就认为你这个签移文件已经被签移了, 它就不再帮你做签移,不再帮你做签移, 那么,这些记录呢,是我们之前啊,是我们第二天的时候, 签移的时候,它记录进来的啊, 哎,你去签移一个签移文件的话,如果没有被签移的话, 签移之后,它会把对应的记录呢, 帮你放到这个表里面啊,放到这个表里面, 那么,现在呢,我们怎么让它帮助我们去签移, 签移这个文件呢,两个方法啊, 第一个方法呢,就是你把这个对应的记录呢, 给它删掉啊,第二个方法就是把你这个文件改一个名字啊, 两种方法,你比如说我现在我要把它删掉啊,对吧, 我就直接写一个delete,然后啊, delete from我们的这个香港啊, 然后写上一个where,这个id呢,等于10, 你注意啊,有个同学,如果你用这种方法去删的话啊, 你需要删哪一个,你删哪一个啊, 跟它不相关的,你不要删啊, 你千万不要把这个表delete from,把这个表清空啊, 你要清空之后,你再迁移的话啊, 你一堆错啊,你一堆错啊, 不要把这个表清空,你要需要删哪一个, 你就删哪一个啊, OK,往这里面就把它删了, 好,删完之后你再去看, 哎,这条记录呢,它就没了,对吧, 哎,它就没了啊, 哎,001那一刷就没了, 我就可以在这边就迁移了, 哎,迁移完之后呢,我们就叫migrator, 好,migrator这边呢, 哎,你首先我们先看到啊, 我们先不管下面这个错误啊, 你先看到上面这个东西是不是, 哎,opline, 是不是出现了一个opline booktest, 001那一刷,对吧, 那么,然后它出了一个错啊,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表有没有, 稍, tables啊, 稍 tables, OK,那么你看到这个表是不是没出来, 那么我们紧接着看一下后面报的什么错啊, 那么报的错呢, 就是这个table, booktest.errorinfo已经存在了啊, 那么这个呢, 你就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点开我们的迁移文件, 你会看到这里面有两个啊, 一个呢叫做create model errorinfo, 对吧, 另外一个呢叫做create model PIC test啊, 但是我们errorinfo对应的这个模型类呢, 已经存在了啊, 它现在呢, 执行迁移文件的时候, 它想帮你再创建一个, 哎, 这个类对应的表, 就导致呢出现了一个错误, 就告诉你这个表呢已经存在了啊,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这一步呢直接删掉啊, 不要这个啊, OK, 然后你在这里面, 回上啊, 这里面是不是告诉你apply, OK对吧, OK之后呢, 你在这里面你看到啊, 烧tables啊, 你就会看到这个表, 哎, 是不是有了, 看到没有, PIC, 哎, 不可太子啊, 下面呢, PIC, 太子啊, OK, 那么它就有了, 哎, 这就是它的一个表啊, 然后最后呢, 它还给你报了一个东西啊, 就是, 哎, 这里面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两个表, 不可info和黑info, 这两张表, 它, 在我们项目里面呢, 没有对应的模型类, 问你要不要把它删掉啊, 那你就不删啊, 你别删, 你就直接no啊, 哎, 搞定啊, 这就OK啊,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表呢, 就有了, 哎, 你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做了啊, 表生存出来之后, 哎, 启动我们的服务器, run server, OK, 那么, 迁移生存表之后呢, 把你这个类呢, 注册一下啊, 就是, 把你这个类注册一下, 找到admin里面, 把这个类导过来, 导入我们的, PIC test啊, 然后我们在下面呢, 就做一个注册, 直接呢, 就是admin.site啊, 点regest, 哎, 直接写上一个, PIC test啊, OK, 我注册之后呢, 我们登录后代管理页面看一下啊, 直接回到这个首页啊, 稍微, 好, 这里面是我们的PIC test, 对吧, 然后点开, 里面什么数据都没有啊, 那你注意, 在这里面有个增加, 你点击这边有一个增加, 增加这边呢, 就出现了让你选择文件的一个框框, 那么你就可以呢, 去点击去选择一个文件, 比如说我要上传它, 对吧, 我在这边点击这个选择, 然后我点击保存,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就已经帮你上传成功了啊, 点开, 看到这个文件, 下面点开, 看到这个文件是不是过来啊, 看到没有, 然后啊, 然后呢,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表里面, 看一下表里面是什么, 有没有记录啊, select, 新, from我们的book, test, 下面的PIC, test啊, OK, 然后回这, 看到这里面是不是有这么一条记录, 那你注意这个记录记录的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相对的路径, 对吧, 就是啊, 这个相对的记录的是一个相对路径, 就是你这个booktest啊, 后面跟上你上传的文件的名字啊, 这样一个相对的路径, 好,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啊, 就是我们的后台管理页面上传图片啊, 很简单, 你只需要设计一个模型类, 然后模型类里面, 图片对应的这个字段类型呢, 就是用models.imagifu, ablet2呢, 指定你要上传到你设置的啊, 你设置的啊, 上传目录下面的哪一个文件夹里面啊, 哪一个文件夹里面, 然后呢, 迁移生成表格对吧, 迁移生成表格之后, 你把你这个类做一个注册, 那么你在后台管理页面, 你就直接过来添加, 它就会有一个选择文件的框框, 你选择完之后点击保存, 它就帮你呢, 上传了这个图片啊, 上传了这个图片, 这是后台管理页面上传图片, OK, 那么, 然后我们要再给大家说一下的, 就是我们说这个imagifu的呢, 它可以呢, 确保是有效的图片, 这什么意思啊, 这个意思呢, 就是, 通过后台管理页面上传的时候, 你比如说我选择的是它对吧, 我选择的是它, 我选择这样一个文件, 那我点击保存的时候呢, 它会, 报错啊, 就请你上传一个有效图片,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它的一个对上传内容的一个教验, OK, 那么, 这一部分呢, 就是后台管理页面上传图片, 很难受到那边, 感谢观看